第一條問 哪批是最早的人類 第二條問 Oldstone Age 幾次開始 第三條 Lewstone Age 幾次開始 第四條問 Oldstone Age 是一個什麼社會 A 農業 B 由牧師現代化 第五條解釋了 新社時代是什麼社會 第六條就是 那些Oldstone Age的人 怎樣認識生活 定在一個方 安定一個位置 周圍搬動 還有一個海盜 又是怎樣認識 第八條History B History 之前 大約是 在發明文字之後之前 正多 第九條就是Historic Time 大約是幾次開始 第十條 三五七 BC 是明時 第幾世紀 第幾年代 第幾世紀 這個就是 三百幾年 就是第四世紀 五十幾年 就是六十年代 零至九十九 就是 沒有零的年代 一開始就是第一個年代 這樣去計算 所以2023 應該就是 二十一世紀 三十年代 三十年代 第三個 是 最終於是 在五十年代 在九十年代 之外 才會有 那一開始 第二十二年代 意識到 世界 他 第十十年代 有 那一開始 有 这些经人转载广述是secondary source 如果是人手写的日记,第一手自己写的就是pimary source 这些是non-written 那些就是written 这个就是secondary,就是written 这个就是pimary non-written 这个就是相片 第一手资料 接着是non-written 这个annual force就是属于pimary source 是non-written 这个日记就是pimary source 这个是pimary source non-written 这个当然是pimary source non-written 这个是四个for ancient civilization 留意那个位置 唯一那个不是在亚洲 就是这个lial value civilization 在非洲 virtile christian civilization 因为地形是新月new moon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旺行文化 接着这个是印度 这个lial value 那个利罗河 那个埃及 这个超级难记 都要记 新月的就是sulmarine 跟着lial就是asian egypt 这个是jabani 这个是indexi 这个黄河 那个就是sand people 他们的文字 全部都gave as a paragraph 但是不是记那个字 是记下面的cerny form 这个简化了的 然后那个最顶的 就简化为底下的两个 这个sulmarine 就是建造世界第一个城市 这个herbius 就是第一批人去相信 单一个信 跟着folician 就是著名于商业 字母和colonies 跟着 阿卡迪人士 就是世界第一个王国 第二国 跟着 就是 建造一个 比较 有 那个 法律的模型 脱街开始 跟着 这个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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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建立一个 大的 帝国 有科学和数学 开始发展 科学和数学 跟着 这个 Nio Nio 巴比利尼 意思就是 新巴比利尼 就是 世界上 有文化中心 他们 有个 所谓 空中花园 当然 现在没有了 这个 Vertile Christian 就是 米索 巴比利尼 跟着 上面 一条河 下面一条河 米索 不达 上面 Tigris 下面 那个 有得被你选 的 你看 西径 因为 新与河 那些地势平 没有什么石头 所以 就是 用那些泥 来造成 那个石 那些转 然后 起来 高一高 他们 那些妙语 Cigaris Cigaris 就 他认为 那些神 在那里 会降下来 庇佑他们 所以 起到 高一高 这些就是 Quniform 最后是 碧热波斯 万化取代 跟着 这个Live Values 法例 四顺 就是 埃及 利罗河 附近发展 金字塔附近 有些小城市 方面 工人 在那里 住 还有 上班 开工 建造金字塔 金字塔 是被 法律 和他的 皇亲 神国职 和坟墓 金字塔 内部结构 接着 各个阶层 最高是法老 法老王 接着 宰相 全教士 龟族 接着 商人 有技术的人 法华 最低就是 Slave 留下 埃及本 相信法老是 太阳神 神 Grod 的后代 接着 阿门 就是 所有神 的王 接着 Ossilus 就是 The God of Life 和Underworld 地底世界 接着 Isis 就是 妻子 和 生育女神 接着 Holus 就是 Ossilus 的 子 和 天空之 神 接着 Anebus 就是 Anebus 就是 神 管控人死后的 灵魂 接着 古阿革人 相信 灵魂 会 死后生存 所以 会 可能 重生 所以 如早 用 穆拉伊的形式 来 保存 屍體 期望 以后 可以重生 又 滑了 内藏 然后加上 Species 加上 藥 和 用 纸 包好 好 昂貴 不是 皇亲 國戚 有钱 做的 一本 情人 被不起的 这个 是 Rosetta Stone 这个 就是 Tamplein 可以化解 解到其中 一些字 当然 不是 解完 最复杂 就是 神秘体 接着 再 简化为 世俗体 和 争女体 以明白 黎罗河文化 最后被 这个 马其顿人 侵入 最后 就是被 这个 希腊文化 取代 这个 这个 Metrology 是野金树 这个 Water Cork 是水中 的 是计时的 这个 是新大 日轨 也是计时的 Brewling 就是 製造 啤酒 之类的 技术 100个 学生 99个 都不喜欢西市 因为 烂机 要记很多 东西 但是人类 要明白 旧时的历史 就不会犯错